癌细胞只吃一样东西 你给东虫草它不吃 你给牛肉它也不吃 可以令它长大 生儿子 转移 都是一样东西 是什么 各位健康妈的观众大家好 欢迎收看健康开港 今天我们很荣幸邀请到 中医博士小董为我们分享 癌症的正确介口方法 小董我想问一下 什么是癌症 你不知道是癌症 你不知道吗 其实我想知道 家里有没有人吗 我家里没有 这么幸福 现在癌症一家会有一个 是啊 其实很普遍 很多时候你会听到 有些人在外面说 一个人的一生里面 他肯定在细胞里面 会带了一些癌细胞 不过不知道什么时候发出来 这个对了伴 如果你的家人里面 有人曾经有癌症 而他生的小孩 我们在说他的遗传 他遗传因子里面 是带有癌细胞癌症这个病的时候 他真的带着了 即是遗传了给下一代的 遗传了给下一代的 其实大部分人都会有这个 但是去到 怎样才能诱发到他出来呢 这个就是我们要知道的 因为你要知道怎样诱发到他出来 你才可以预防得到他 现在就更糟糕了 我看到 为何那个癌症 潜出于年轻化呢 很多人都说年轻化 20多岁就已经有了 20多岁就已经有了 为何呢 就是那个癌症 是怪兽家长出现的 他们把那些小孩 逼到 你家里有没有小孩吗 没有 我最小了 小孩要学画 学琴 学组棋 学唱歌 又要学一些不同的英语 其实在他们上学之外 他们还有很多的活动 令到他们的每一天都充实了 但那种充实是无间间 是给他们带到很大的压力 变成了在他们的成长阶段里 他们睡得不好 不开心 因为有时候他们会比较 家长之间又会比较 小孩之间更加会比较 你考第一 我考第二 不行 你拿99分 我拿98分 死掉 很高要求的 变成在他们的压力长大的时候 他们里面的荷尔蒙 皮质崇 或者简单 我来说 他就会有一些很奇怪的东西 这些就是 诱发了个癌细胞会发生的 好了 这就是小孩的阶段 到了我们读完书 我们出来社会做事 又有另一个压力 甚至乎是经历一些爱情 感情的东西 家人 会走 这些是会担忧思虑 这四个最大的因素 就会诱发癌细胞出来 所以你说一生人里面 有谁不会生癌症呢 如果你很幸运的话 在你的DNA里面 你没有这个癌细胞的基因 其实一生人 多坎坷也好 都应该不会太大问题 除非你在你的饮食 即是说 你吃的食物里面 或者你喝水的水源里面 或者你很长期使用这个微波炉 即是说我们现在的生活环境里面 其实有很多不同的因素 是令到我们诱发到那个癌细胞出来 那么除了不可以有基因 更加要你的生活质素要非常之好 OK 就确保没有人弄了 也不确保 就是希望它不要这么早出来 越迟出来 就你享受得再长一点时间 但刚刚刚听到有说微波炉 我想知道是因为微波炉有些辐射 嗯 还有什么有辐射 在你的日常生活里面 你知道的 我想电话 对了 你带到哪里 褲袋 或者睡觉的时候放在旁边 前面褲袋 所以近年我见过很多膏丸癌 前夜线癌 甚至乎 哇 现在有个哥哥突然把电话放一口 还有我们会见到 女性多了子宫颈癌 对了 尽量把电话找个套 套住了 也都放在手袋 手袋如果坐下吃饭 把它放软一点 不要那么贴身 这个是第一 还有的 除了电话之外 除了电话 iPad 对啊 电话 晚上把电话和iPad在哪里充电 枕头旁边 死定了 是不是 就不断把这些复射 有没有判断变成了 软件什么 没有 没有 差距才能看到 要将它做飞行模式 因为曾经我们做过很多实验 实验到如果开了飞行模式 电话的复射会降到零 所以这个我希望大家都要学会这件事 我们刚才说了这么多会影响我们身体会患癌的原因 我想知道如果真的不幸患了癌症 我听说坊间有很多不同的介口方法 其实哪样东西才是正确呢 你听到什么 我听过他们说不要吃那么多法物 就是那些虾 月鱼 这些就一定不可以吃的了 其次就是牛肉又好像要选到很specific 就是说一定要有些草脂牛肉 一些看来源地的牛肉才可以吃 其实是对不对的 你有没有听过中医叫你们怎么解口 中医有很多东西都叫我们解口 解口不需要吃 对啊 只可以吃白饭 那些颠炸一定不行 其实正确的癌症 如果生了癌症的解口方法 是一门多深的学问 但如果不是一个真正正正读癌症的 专科的中医师 他叫你西医务解口 中医师叫你解口 我真的听过数千万样会笑出来的 他会叫他解到正正吃白饭 吃白粥 或者是你刚才所说 不要吃发物 为什么发物又不是生皮肤病 跟癌症的发物有什么关系呢 因为癌细胞 它不是在皮肤里发出来的 它是在里面的身体 或者是肺癌症肺 肾癌症育 乳癌症育 它就在那里长一个肿瘤 而是它的细胞不断增生 令它增大了一个瘤 那么你觉得你吃牛肉 不吃鸡蛋会发得大一点 生得快一点 可能是要多些营养 记住这个就是所有人都不懂的一样东西 营养 癌细胞只吃一样东西 你给东虫草它不吃 你给牛肉它也不吃 你给 那些法物还有什么 蝦蟹 蝦蟹它也不吃 你都令它不到长大的 它唯一的营养可以令它长大 生子转移 第一样东西 是什么 是と 是糖 有没有读过生物? 有 中学 由什么 'll be sees 比如饭 饭已增 confiance 没有错了 如果你嘴多的淀粉 由 饭 意粉 通粉 面包 这一点 薯仔 番薯 这些东西 所有的淀粉 它其实经过你肺理 胃的消化之后 它会分解 它变成最简单一种 我们叫做单糖 这种糖就是癌细胞的食法 如果你在患癌的过程里 你已经知道自己有癌症了 你再去吃很多糖 吃很多淀粉类的东西 你是直接养大它的 简单一点 解释给大家一件事 这个很有趣的 如果大家 在身边有朋友中了癌症 医生一定会叫它做正电子素描 而这个正电子素描是什么呢 其实它就是要在你的身体里 如何看到癌细胞有没有转移 扩散了 有多大有多活跃 其实它是怎样照的呢 肌理就是将一种发光的糖水 打到你的身体里 然后经过一个摄影技术 拍到它出来 如果糖水一到你的身体里 它要你躺在这里等一小时 因为要进去 如果癌细胞在你的肺 它一看到糖水 哇 吃了 吃了 它吃了发光的糖 它就会发光了 所以它一拍照 我们就很容易看到它了 所以以后麻烦 因为有很多的 其实所有的西医中医 都知道这个道理 如果有读书的话 但是它们会不会提醒呢 我觉得可能在治疗过程里面 它们集中了在你们的症状上 忽略了一个很重要的 因为如果你一直在治疗 但是它一直在长大 那就是不大事 没有于事 所以要戒糖 一般来说 中国人 如果你叫我不吃 粥粉面饭 很大事 一定不习惯 也不饱肚 所以我们在中国读 癌症专科的时候 很多教授就会跟我们说 譬如一天三餐 有些癌症的病人 我们尽量把它分成小食多餐 可能分四餐到五餐 当中可能我们只有一至两餐 是有一汤匙或两汤匙的饭 还有记住 千万想不要 癌病人我们胃口不好 OK 粥你喝一下 粥水吃一下 记住 粥是由一粒米煮到它爆开 对不对 那个爆开的升糖指数是极高的 如果一个糖尿病的病人 你做一个实验 你给一碗粥和给一碗饭 同样的那么多的分量 它的血糖指数是很少升上去 如果吃粥的话 如果你给一碗粥给一个癌症病人吃 哇 那晚的癌细胞开派对了 圣诞派对 新年派对 一起吃 是吃的 对了 所以记住 所有的癌症病人 不要吃粥 粥粉面饭 淀粉的东西 每天一餐至两餐 两汤匙至三汤匙 你说不饱了怎么办呢 我们尽量是用蔬菜 肉类 豆也可以 去填饱自己 其实一个星期就已经可以习惯到 至于你刚才所说的 是不是不同的癌症有不同的介口 是 为什么呢 因为不同的癌症有不同的症状 我先很简单说 一个肺癌 肺癌 肺癌 你应该知道它有什么症状 最简单 一定不停止止 不一定不停止止 不过最少都有 我们会看到 它有呼吸系统的问题 对不对 但是乳癌 你会看到它有一个很明显的症状 不会 只是按下去痛 对了 或者它有些东西 或者乳房 或者乳头 这些位置会有溃烂漏水 好了 我们会看到乳癌这个病人 他可能会有一些 在表皮上面有一些滑阳 有一些滑难 有痛症 但是肺癌上面 我们第一件事 可能會看到他不斷咳嗽 有痰,甚至有些是咳血 或是有胸悶,這些不舒服的感覺 那你會不會讓一個正在咳嗽的人 去給他吃東西,給他喝辣椒 記住,生癌症是一種很火熱的東西 那如果你再給它夠流年 你應該會很大熟悉 記住,芒果是平的 芒果絕對不是濕熱的 聽錯了 上網再解釋一次 芒果是平的,我每天都在吃的 所以如果一個生癌症給他 你去給他一些很燥熱的東西 譬如你去炸一隻大雞 韓式那隻 你們今天胃口很正,吃一隻 他明天一定是再差一點 一定的痛症是會更痛的 有炎症是會更加厲害的 所以如果在肺癌裡面 我們盡量去減少一些刺激器管的東西 如果在乳癌方面 正如你所說 盡量因為皮膚有癌症 我們不要吃這麼多發的東西 但發的東西也不是這麼嚴重 我覺得現在的法物 和以前的法物 是有分別的 大家因為我們讀中醫的時候 其實第一課 博士級 我們第一課的教授就說 麻煩你用回天時地利人和 去看現今世代的中醫 我們有些甚麼去改變 以前 譬如你說雞鴨是否法物 對 以前那些雞鴨是怎樣的 就這樣圈著它們給雜糧吃 圈甚麼圈都不圈 就這樣在地上 喜歡刮一隻蟲就刮一隻蟲 喜歡刮一條蟲就刮一條蟲 是吧 甚麼都吃 這些蟲類的東西 甚至乎在泥土裡的生物或小蟲 它們的叫毒 它吃了 它身體的血裏有很多這些東西 你喜歡吃它 它就發了 它是毒 但我想問一下 現在那隻雞鴨有否見過草地 千萬沒有 全部都在雞籠裡 一排有幾十隻 好生好生 吃甚麼 吃點好吃的食物 治療 那些治療已經做好了 可能是菊 麥 可能是粟體 有粟米雞 他們在吃的過程中 第一 他們沒有吃了一些好毒的食物 所以他們不太毒 第二 我剛才所說 癌症是一件很熱的食物 是吧 我們不能吃雞鴨鵝很熱去發辣 為甚麼雞鴨鵝牛 你們覺得它燥熱 以前的雞鴨鵝牛 是在平原裡長大的 天天曬太陽 烈日當空 不能避免 還穿著這麼厚的鼻草 為甚麼沒有人用雞來做鼻草 然後呢 到現在 我們看回 雞鴨鵝 沒有太陽 只能看到大光燈 牛鴨鵝 更加不會 它簡直沒有走出牛棚 因為沒有地方去 是吧 變成去到這些地步的時候 我們就發覺 他們根本就沒有吸收到那個熱量 所以它是不粗的 所以千萬要留意到 這些東西 我們生癌症的時候 不用太緊張 現在的東西是否這麼粗熱 所以剛才這樣說 我們介口其實都有很多種 剛剛我們就說了一部份 如果想知道更加多的介口方法 記得留意我們下一集 拜拜 其實雲姿和靈姿 大家都是有一些 補益的功效 它不是幫你補氣 補血 或者補乾補腎 它是第一時間 是將你整個人的元氣 拿回上去 如果今時今日還有人在說 雲姿和靈姿 有什麼癌你不能吃的 如果相信它 就真的會抹殺了自己 救自己的機率 我覺得